由头打维克托打这种手残的英雄 你们不要陷入一个误区 你看我这把带着什么 吉巴 你猜一下什么段位 大师 我这样带 然后我符文的话也是带着一个相位猛充 前期跟他 不要跟他换血 任何血都不要换 刀不吃 绝食 等我们到了三级之后直接就上 然后三级之后换一波之后 我们这波线是回推线 我宁愿不吃 只要能打到回推线 我们把它打残 把它压制住 因为维克托这个英雄 他前期推线很慢的 我们把这波线吃了之后 我们需要去干的一件事情 就是帮队友 我们点了水上行走 我们那个移速的话 直接前期就一个355的移速 直接往下走 因为光辉和EZ的话 这种肯定是压线组合 这里要注意不要着急扔WQ 等他交完闪线之后扔WQ 这里是拿了一个人头 然后我没有回去补线 EZ的话这里血量被压下去了 后面我们回去补收 然后我们下路也把它枪杀掉了 所以这一波的话 有我的功劳 对不对 你牛头就主Q 像打这种手长的英雄 你只有推线 你没有太好的办法 你想单杀它特别难的 你就推线 推完线之后干事情 我们这一波回去之后 第一波回家 我直接回去做一个CD鞋 然后一个杀人戒指 因为我这波要干事情 我们到下路的时候 发现草丛有个睁眼 我们先不着急 说明他们这里是没有眼的 就要看他们什么时候 再往前压一步 我给辅助发个信号 让他别去压 别去压 让他演一下 然后假装演了一个空个E OK往前压了 我们急跑一开 直接一个大招 想解控的 但是问题也不大 对吧 这一波帮卡莎 拉到一个人头 他直接笑嘻嘻 然后又继续回去补线 反正就不跟你兑线 你推随便你推 反正就我吃我的刀 能吃就吃 吃不了 我就去游走 反正你看你的 你的队友骂不骂你吧 你不支援你在线上刷 你看你的队友骂你 还是骂我 反正我们队友 是不会骂我的 对吧 像光辉EZ 这种小脆皮组合 你直接下去越就完事 你给队友发信号 他们懂你的意思 这些大师的人 他懂 这里又下去 帮下路搞了一波 肯定要问 对面打野 为什么像这种情况下 都没有到 对面打野 现在还在入侵 我们上半野区 还在打先锋 他先锋拿了之后 过来转 他整场 整场下来的话 就唯一一波帮到了 重担 就是帮他转了一下 其他的情况下 全是在上路 一直在帮对面上路 然后这个位置 又帮ADC拉下两个人头 中担和打野都挣完了的话 就可以吃一层多层 吃一层吃完之后就回去 回去或者去往下 然后我们要么就继续往下 这波卡莎有大招 然后还是可以去搞一下 他们把线推过去 发现对面就一个卡莎 好像不太怕 然后看见我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我一点机会都不会给的 整场游戏 我觉得最急的 应该是对面的中单 他现在这种的话 应该是在保卫家人了 因为他没法呀 没办法呀 他这种英雄 就是没办法支援的 很难支援 恶多这个英雄 特别难的 他刷线 他前期推线能力特别差 他没有办法 他现在应该是在和下路 或者和打野在亲切的交流 这把游戏也是17分钟不到 然后游戏就结束了 这把直接就17分钟不到 直接上高地了 下路直接打穿 然后我们这把拿下之后 下一把刚好又排到了 我们加ADC在对面 你把我打死吧 你们 我的我的我的 他还是死了 有没有 哎呦 他会生气 后我会 哒哒哒哒哒 男顶 老子不吃刀的 绝食溜牛头 我吃什么呀 你怎么玩 好恶心呀 男的牛头好恶心 男的牛头好恶心 就是以后不要说牛头打不了高分段呀 我的牛头能打呀 其他的牛头能不能打我不知道啊 我是爱欧尼亚的宗师哦 你可以说我猎菜 但是你不能说我菜呀 在娱乐博主里面 我的分算高的吧 可以把你击退 可以把你击退